4月13日,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作为2024年中国首场重大国际性展会,本届肖博会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此次,共有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0个品牌参展,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其亮相 许多细分行业的国际头部品牌首次参展 多年来,肖博会以展为媒,溢出效应持续扩大 不少老朋友回头客今年再次相聚肖博会,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借助肖博会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把品牌推广得更深更广 然后呢,也深挖我们在海南自贸港的一些发展的机遇 那么我们呢,很期待着通过这次展会呢,与更多的品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也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我们这个领导免税的政策、产品服务 那么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呢,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海南旅游和海南旅游零售的影响力 本届肖博会创新实践一加N全岛办展 除继续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主会场外 在海口、博鳌等地新增翻船游艇、免税购物、国际健康三个分会场 利用海南离岛免税、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等政策红利 体现消费新场景、新领域、新亮点 本届肖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供需对接活动 预计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将超过5.5万人 其中来自英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十余各国别和地区的采购团 和一百余名全球头部企业高管将到会参加商务活动